主祢是复活节的主 祢是亲日要复活在我们心中的主 赞美祢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祢 祢容悲伤现 吸引我心 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祢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祢 从我渴望里来 开我的眼睛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祢 祢容悲伤现 吸引我心 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祢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祢 福福福在祢荣耀中 祢的荣美 无人能及 我这位要敬拜祢 我这位要全心来拜祢 我这位要全心来拜祢 我爱你 是主我爱你 我要回应你对我们永世的爱 求你开我的眼睛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你用每张线吸引我心 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 我这位要敬拜你 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 复复在你荣耀中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 我这位要敬拜你 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 永远处在你 永远处在你眼中 是在尽在 永在的主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全心请拜你 日夜不停歌 给我们志愿的歌唱 献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我这位要敬拜你 我这位要敬拜你 日夜不停歌唱 哈利路亚 我爱你 我爱你 主我们来叫我爱你 我爱你 我全心请拜你 日夜不停歌唱 哈利路亚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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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我们相信 你实际上的复活 永存在我们心里 主 我们相信 你摆上你的生命 是为了让我们 每一个人来亲近你 祝你打开我的灵 宣告你在我心中 宣告你就住在 我生命心灵的圣殿当中 愿你每一天都来认识你 耶稣 你是世上唯一的主 唯一的生命与道路 我们要在这里来敬拜你 我们在这里来高举你的名 愿你的救恩传遍这地 让瞎眼的能够看见 让我们伤心的得着医治 愿你的权柄就释放在我们一生当中 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耶稣 耶稣 耶稣你能 全非能 你能 耶稣你能 医治 伤心人 耶稣你又 全兵释放 教不可能 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能使水变拯救 教狂风巨浪平行 大能赦罪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能使水变拯救 教狂风巨浪平行 大能赦罪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柔 掌管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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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使水变拯救 教狂风巨浪平行 大能赦罪心神迹 大能赦罪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教狂风 教狂风巨浪平行 大能赦罪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让我们拍手赞美神 主我们要相信你赦罪的恩典 与平安就赐给我们 就降下在我们心里当中 让我们一起让我们来宣告说 主你的赦罪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主你的大能权柄医治 要医治所有伤心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 主耶稣 你要医治所有伤心的人 要医治所有伤心的人 你要叫我们眼睛闭看见你 复活的大能 叫我们眼睛闭看见你 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当中 Hallelujah 主我们用主导文来回你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自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赞美神 Hallelujah 弟兄姐妹请坐 Hallelujah 愿神的国度 权柄 充满在我们当中 也充满在我们一生当中 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 将来读亲的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 攻读神的话语 第一处在 这个创世纪 第一章1到5节 请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地势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 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第二处在歌楼西书 第一章15到17节 请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守身的 在一切被造的乙仙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不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味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你来参加天涯教会的主日崇拜 我是本周的消息播报员丽金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重大消息 主日4月27号公首圣餐 请弟兄姐妹以预备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经历神营会预告 你渴望经历神吗 你渴望更深的认识神吗 你想要被圣灵来更新吗 天桥教会2014年第一次经历神营会 5月23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开始 到5月25号星期天下午4点 即将在台邦商旅来举行 费用每人代收两碗住宿费及六餐的餐费 共3000元 因为床位及场地有限 邀请由坑木的弟兄姐妹 把握机会尽快报名参加 详情请看报名简章或洽 干事立金 电话2970882 小年牧区买基盘一天的路由多年 第一点在万境的业务 枸杆楼沙 玫瑰会训 参加公路会训 时间是5月脱落 拜日早起7点对9月出发 小年牧区的会员一个人够500块 不是小年牧区的会员一个人收700块 请要报名的人找 王妈妈金小姐还是干事立金 教会的资深顾问律师 陈明洪弟兄 已经于4月19号安息主怀 告别礼拜定于本周六 5月3号下午2点半 在教会举行 请弟兄姐妹参加来送 我们敬爱的陈律师最后一程 也为遗嘱带导 愿神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 一对一门徒栽培训练手册 代定中 你想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了解吗 你想学习如何使用神的话语来兼顾别人吗 今年2014年是天好教会的装备年 宁牧师于主日晚堂使用 一对一门徒栽培训练手册 这本书来帮助大家受装备 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 买这本书回去灵修 以及带领门徒 让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书本的数量所剩不多 如果你还未购买本书者 请向干事历经来购买 每本带定价是250元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神所爱的仆人 也是我们大家所敬爱的 林宪平牧师 帝庸子们大家平安 请向隔壁也请安一下 愿者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我们非常感谢神就是在上个礼拜 礼拜天 我们在新中路 我们的废墓开始动土 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来参加 也看到市长副市长很多事业人来参加 那么来了一个姊妹是很特别的 是南区工业局的管理人 她叫做郭阿梅 梅花那个梅 她的名字很简单 就叫郭阿梅 她告诉我一件事 她说我们真的非常的幸运 能够把这块土地 从工业用地改成文创用地 这是我们的神帮助我们的 因为工业用地现在都冻结 不能再变更 因为台湾工业用地已经不够了 那我发现到来参加的市长 或是副市长 或是这些工业局的人 在他们的心中 其实他们都知道我们要盖教会 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向外面说 我们要盖教会 盖教会就完了 但是他们的心中都知道 市长也偷偷告诉我说 这间教会真的去得好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在盖文创 把它修正过来 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要动工 我们其实还在祷告 这个礼拜 姜牧师做的一件事 让我很感动 就是他开始禁食祷告 他一个礼拜禁食两餐 糖尿病的人能够禁食祷告 是真的还假的我不知道 因为糖尿病的人不吃的话 就是会马上就会投音 你知道吗 他我看到9里面 他就开始禁食两餐 好像是礼拜三晚上 还有哪一个时段这样 他要禁食 我想等一下他会鼓励大家 有一段时间可以禁食 每个礼拜为我们的文创来禁食 那你可以把禁食的 省下的钱来做奉献 我也希望各位 开始来做为我们的文创中心 就是我们未来的教会 开始一倍金钱来做奉献 大概多少钱我不知道 不过不要怕 你知道 我最近几天我在跟教牧师 在做分享 问他说 你盖过教会吗 他说他盖过 他盖过和美教会 我说花了多少钱 他跟我说花了五千万 我说五千万 几个人 他九十个人 我九十个人 蓋了五千万 他告诉我说 如果用这种标准来盖的话 你看看 天桥应该盖一个差不多六亿的 六亿以上到七亿以上的那个教堂 我说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比较不可能的事实 但是我知道 神要做的工作 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大 兄姊妹 我想鼓励各位 你第一 先不要有一些害怕 也不要害怕奉献 很多人一听到奉献 就会咖啥耳朵 你知道吗 在教会的里面 你也没有名字 没有人知道你也没有奉献 你敢听我说什么 天桥教会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教会 你一块钱都没有奉献的五首位 以前他有人来到教会 每个礼拜来教会 他不是奉献 他是把钱拿出来 放在他的口袋 到最后呢 我们还用录影带去找 去找出一两个孩子 原来他们不是在做奉献 他们是来教会拿钱回家 所以他们每个礼拜都很积极 来教会里面参加敬拜 我知道这是很特殊的例子 但是我鼓励各位 开始有一个议备 在神的里面 没有难成的事 只要你愿意把它摆上 几砂 就成塔 小小小一些钱 就能够把它盖起来 这个礼拜 我有跟建筑师 还有一些建筑委员 大概六七个 我们再重新再商讨一下 能不能够把一些砍掉这样 我们那些建筑委员 信心都很大 他告诉我 我说牧师你不要怕 你怕什么 他都叫我不用怕 你知道吗 谁人最怕 我最怕 我说我如果走路 看你怎么就好 你说你如果走路 别人要过去做 你知道吗 福分就属乎他们的 就不属乎我这样 所以他们的信心就很大 但是我鼓励各位 真的把一些事情交给神 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后 我们才能够看到 那个基本上的模型 期待着各位要了解 建造一个圣殿是很难的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 要建造这个圣殿 其实这是我们要 向外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我希望着 因着我们建的一个 很有吸引力 不是很豪华 大家看了 就会知道 神跟我们同差的一个建筑物 很多人走进来的时候 他的身心灵都会得到安息 他的身心灵都会得到重建 你有没有想过说 当我们走进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感觉到很喜欢那个地方 这是我们人首要的看见 我们期待着让很多人看到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在神的里面 样样都有 你知道 我跟建筑师说 你盖起来之后 这个装房会要多少 他跟我说 李牧师 我设计的房子不要装房 我说 你不要消费 就是不要碰风 他跟我说 李牧师 我为你设计那个房子 你要装房吗 我看了一下他跟我设计的房子 我看也不要装房 小小的 但是他可以不要装房 我有孩子盖的那个房子 他可以不要装房 真的是不要装房 小小的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 不是装房不装房的问题 是有时候很多误解 像我们的大礼拜堂 我们是要做一千人 我们申请的时候 要用演讲演艺听 你知道吗 我们一个副堂 我们要申请的时候 我们叫音乐听 因为你不能跟他讲说 这是我们的教会 这是我们的副教会 副堂 你知道吗 你应该就是要变一个名称 希望各位能够接纳这些 这些头脑的改变 你知道吗 我们不要一直佛在 过去的传统里面 说教会就是怎样 就是教会 你有没有想过说 像我们这个教会 礼拜一到礼拜五是怎样 这关起来了 你知道吗 管一帮啊你知道吗 如果盖了一个建筑物 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关起来 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们最近开始想突破 就是能够把更多的点 能够出租 你知道吗 出租就是要租给一些商业用 一些人来做展示 或是来做展览 或是来做演讲 或是来做一些音乐之用 所以请各位祷告 求神在我们当中 来做奇妙的工作 圣灵要做的工作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大 我一直开始回想 盖这个教会的时候 其实只有27个人 那我们买了土地 然后盖了这个仓库 这是个仓库 那么这个仓库已经外一边 这一边比这边高15公分 有机会大概可以量一下 这一边比这边高15公分 它好像是一个围楼 但是它不会倒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个结构 这样 当初在盖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钢筋水泥 跟上面是连在一起的 是钢筋水泥 然后呢 钢筋水泥 钢筋水泥 本来是整个都是钢筋水泥 但是跟我们盖房子那个人 脱工剪掉 你知道吗 就钢筋水泥 然后整啊 钢筋水泥整啊 这样 那结果有一个晚上 那个风很大就吹来了 结果就把 那个整啊就吹倒了 你知道 刚好那一天 有一个祷告的人 从台北下来 就是荣光教会有一个孙子妹 你们知道吗 她也会祷告 神会跟她说话 她就开始祷告 她开始哭 她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 神没有要我们盖教会在这里 你知道吗 我说那在哪里 盖在市中心 我说 这不是神给我的 神要我盖在哪里 盖在这里 信心很重要 弟兄姊妹 我觉得不是谁跟你说一言 谁跟你说什么 是神给你那一份是什么 结果呢 我们就跟那个盖房子的说 你应该用钢筋水泥 她说你们给我的钱就是这么多 所以我只能够盖钢筋水泥 还有一个什么 转啊 整啊 我们真的是搞不过它 你知道吗 搞不过它 不过它还是 我还是把它盖起来了 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预算要到20年 20年就要重新再盖 可是在19年的时候 我们就买了一块土地 你知道吗 直到现在 我们才要开始重新再建堂 我相信一件事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一件事 那你把金钱摆在神的面前 你如果相信有神 神不会摆摆哪里的钱 神一定会加倍的给你 因为圣灵在人的当中 在运行的时候 让你会看到神迹 今天早上所读的圣经 你再读一次看看 来 我们来读一次 来看看 我教各位一个属灵的言底 这个言底 你可以应用在你的生命上 应用在你的整个生活上 应用在你的环境上 而这个言底真的是很重要 你在还没读这个圣经之前 我再几个例子来说 我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我就跟使者说神 我这个礼拜要看到神迹 我常常跟使者说神 我是你的儿女 我要看到神迹 我要看到你的祝福 这样 结果你知道 有一个很奇妙的神迹 就发生在我生命的里头 很多 你只要这样信 在圣灵的里头 在耶稣的里头 你怎么信 你把它说了 神就怎样 就怎么成就了 你知道吗 来 你再想一想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再想一想 在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会成为基督徒 有没有 你也许没有想过 你会成为基督徒 你知道吗 但是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会相信 这绝对不是偶然 这绝对是神的带领 有没有 然后你在神的带领当中 你会看到神在带领你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不可能的事 在你生命当中 成为什么 成为可能 所以 你要相信一些事 就是圣灵在你的里头 当你用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 借着信心把它说出来的时候 这些事就会成就 我再说一次 圣灵在我的里面 当我的头脑里面有个梦想 我有个神迹要发生 这个梦想在我的里面 那我借着信心把它说出来的时候 这个事 就会成就在我们的当中 这个礼拜 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说 李牧师 我这个礼拜 轮到要到台南去看顾我的妈妈 我觉得 现在的人 能够这么样的孝顺的已经很少 这个弟兄已经差不多五十几岁 快六十岁 他退伍了 然后要回到南部来照顾他的妈妈 他两个月要回来照顾我一个月 他还有一个哥哥 所以他们轮友回来照顾妈妈这样 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你有没有感动 你感觉想过很多老人送去那里 五十岁 若妹妈一个人给他抢我 若妹一个人给他抢我 若妹一个人给他抢我 若妹我给他送去那里 五十岁 我听了以后心中有一些难过 我说我儿子会这样残忍吗 但是你没有办法 有一天你必须接受这种事实 有可能 但是这个弟兄就是回来要照顾他的妈妈 我就问说欢迎你回来 他回来说要告诉我一件事 他说台北有一个先生叫苏先生 他要把一个扩大机送给我 我说怎么可能 那个扩大机要十几万 他说他要感谢你 卖给他一个喇叭非常好听 我买一对喇叭很好听 你知道吗 他觉得那个喇叭就是破破烂烂的 小小的 然后装了一个箱子 然后我卖给他的时候 他一听很惊艳 非常非常的惊艳 他一生当中听过最好的喇叭 比那个喇叭三四百万的更好听 不只这样 他去德国买一个唱盘回来 然后呢 那个德国的祭司来台湾替他调唱盘 调完了之后 听到那个喇叭 跟他讲说 这是他梦想中的声音 我跟各位说 声音是有记忆的 你听懂吗 你声音一进去的时候就有什么 有记忆 所以你们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你 你马上知道这是谁 这是林牧师 你知道 有没有记忆 我们对声音有没有记忆 有 那个 德国的祭司就跟他讲说 他梦想中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这样 那个喇叭只有八寸 小小的 而且破 破烂到不行 但是历史上剩下不到二十对 有没有恐怖 真的很破 然后他听了又他非常的高兴 然后 那个德国祭司跟他讲说 如果用某一种扩大器去推的时候更好 结果他就买一个扩大器来推 更好听 他就送给我一对 他不要的扩大器 感谢我给他 卖给他那个破喇叭 天下有这种事吗 那个喇叭 那个扩大器是我卖给他的 你看有没有奇妙 你有沒有相信说 很多神机会在你生命当中发生 我们就是不敢相信神机会发生 我们过的生活都很平庸 你知道吗 过的生活都很平庸 再几个例子来说 我是个糖尿病患 我每次要去看医生的时候 心中都很难过 你知道吗 上上次我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看到我的那个报表 报告 那个抽血的报告 黄医师打瘾你知道吗 光临牧师 你不要自己的身体了吗 你怎么可以 身体不好到这种地步 就是我的糖化血色素到9 他很受不了这样 哇他就一直瞪着我 然后 然后 跟我说 隐食要控制 不可以吃太好 怎么可能不可 怎么可能不可以吃太好呢 你知道吗 每次都嘛吃得怎样 那么吃得很好 吃完了以后再跟主说 主啊赦美我 我怎么都吃这么好 你知道 怎么可能 就是不可能嘛 但是我现在抓住一个法则 我一直不敢去厌血 因为厌血时间又到了 我因为就是吃太好 不敢去厌血 然后每天他要开始做一些运动这样 然后 事情已经破到最后一天 再不厌血的话 已经没有办法了 要去厌血那一天 我就跟神说 神啊 我身体是健康的 糖花血设施是正常的 然后我的肝是正常的 我什么都正常 哈利路亚 然后我就走进去了 走进去 然后在抽血的时候 我要跟主说 这个血是干净的 这是血是你的 你知道吗 我是健康的 哦 我就发现到 我礼拜四要去看他的时候 我礼拜四晚上 找一个时间 就是很短的时间 去看那个王医师的时候 他给我排的时间都非常的短处 我走进去的时候 我看见他在笑 欸 李牧师 我都知道 我是很健康 你知道吗 他把那个 我的检查表已经都怎样 都拿出来了 那看到我的时候 他很现实 他就在笑 欸 你真是不错哦 你知道 我如果走进去 看到他在笑 嗯 我全世界 现在走一个人 叫做王医师 他这样 我看的是 他会说 李牧师这是你进步 你知道吗 唐外学进步太多了 啊 我才知道呢 你只要 但是还是不要乱吃啦 你知道吗 有信心 你的身体就会怎样 就一来一见状 你知道吗 又一来一见状 你相信 兄姐妹你要相信 神迹奇事会发生在你生命的当中 Amen OK 你看一下圣经 我教给各位一个 我再过来几个月 要教给各位 一个圣灵的法则 这个圣灵的法则 每一次我再跟你讲完之后 我要带你实验 你知道吗 所以有一些时间 是我们定拜的时间 就是怎样 求耶稣跟圣灵 进到你的里面的时间 这是很重要的 来 你看一下 来 读一下 来 起初 来读一下 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四 空虚混沌 湮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再来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再来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什么 头一日 你再回头来看 看第一节 看第一节 我读给各位听 来 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四 这是什么 空虚混沌 湮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再来 神说有光 就什么 有光 祂说要有光 就怎样 就有光 神在创造宇宙诸世界的时候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 神说有光 就有光 神的灵运行 然后神说有光 就怎样 有光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神就这样创造宇宙诸世界的 对不对 你看到 耶稣基督的来临 祂是圣灵的投胎 对不对 上个礼拜我说过了 在耶稣的血的里面 并没有父亲的染色体 只有母亲的染色体 因为父亲的染色体是谁 就是天父 他没有染色体 这是上个礼拜我讲过 那么这个圣灵在耶稣的里面 充满了耶稣 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祂的说话有没有能力 祂的说话有没有创造新的人性 有没有创造一个新的环境 有没有创造一个神的国度 有没有 很多人就跟随祂 有没有 这种创造的能力就在 话语的创造能力 有没有在耶稣的里面被发现 然后耶稣说意识就怎样 意思说赦免就怎样 就赦免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祂怎么说也就怎么成了 祂怎么说就怎么成了 你看耶稣也有时候 祂会被钉十字架有没有 然后死而复活 有没有成了 有成了 最近有一个影片你必定要看 叫做上帝之子 上奥告 我昨天晚上有半夜才有人传给我 我拜托一下你半夜不要传东西给我 你知道吗 会叮一声 然后我不得不看一下 有时候发生什么大事 我不知道 我必须要常常看一下 然后看 我就把它打开看了一下 真的让我很感动 你知道吗 我在谈到 谈到那种 耶稣怎样的 跟祂来到世上 怎么训练祂的门徒 当他来呼召彼得的时候 叫彼得不是把船开出去吗 可以爬虞了好不好 描述着耶稣的手伸进哪里 水中 然后跟彼得说 你跟随我 你要改变 要改变这个世界 你没有相信 因着 你是神的儿女 你相信耶稣 对不对 你是不是已经 从黑暗的国度 被迁移到神的国度 从黑暗的前世 被迁移到神的国度 有没有 那你是 过去是死无世界上的人 现在是死无谁 死无神的人 OK 你再看我一下 我们活在这个空间的里面 最上层是神 中层是什么 魔鬼撒旦 下层是什么 是我们这些人 你看这个结构 三层的结构是这样 第一层就是最上层就是谁 就是神 第二层 中间层是魔鬼 下层是谁 就是人 你看 那么我们这个人是属于地上的 然后魔鬼一直在控制着我们 把一些很消极的东西 很败坏的东西 很误会的东西 一直传给我们 然后这些东西呢 会造成我们这个人 就活在世界的里面 我们变得很肉欲 我们很情欲 那我们为的 都是一切都为了自己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说 当你从黑暗的国度 被迁移到神的国度了以后 你是不是脱离了撒旦的权势 对不对 你过去所说的话都为了谁 为了自己 你有没有想过说 今天我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说的话都为了谁 为了神 你知道你佛在神的里头 当你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脱离了罪恶 脱离了撒旦的捆绑 因着耶稣基督救赎你 你进到神的国度的时候 神的圣灵会不会充满你 神的圣灵会不会充满你 跟我回答一下会不会 那神的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祂的生命充满你 对不对 你的价值观改变了 你的看见改变了 你相信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我们就是缺乏这一块 我们真的也缺乏这一块 很多人就是每天在祷告 每天你都会祷告 你祷告的时候 你都为谁在祷告 为了自己在祷告 你很少跟神说 神啊我为你在祷告 我为神的国度在祷告 我为神的爱不断的扩散在祷告 这个礼拜 昨天晚上吧 我去做一个家庭礼拜 我那个家庭那个弟兄啊 真的给我很大的压力 我每次跟他讲话 我说是要 卡丘啊 卡丘我会痞痞痞 这样 本来这种工作 应该是将牧师去的 但是他不去 他每次都被他亏 亏到他不想去 所以彼得不无 他跟他说 就要老先在出身 所以我就去了 那我去的时候 家庭礼拜 我刚刚晚他就 哎 没输了 你都要悔改 他也就来 因为这些人 怎么佛教徒 可以奉献钱给基督徒 基督徒怎么不奉献钱给佛教徒 听得到我 你听得到这样的对 他说人家心胸这么宽广 你们心胸都很狭隘 你们拜的神 我们拜的神是唯一的 人家拜的神都是假的 跟他说这 你知道吗 有人会怎么 我都常常听 他又说你们基督徒最没有品 我说什么 他说真没品 我说什么 他说 有一次我去打高无球 有一个长老 他说是教会的长老 跟我打球 我以为他是教会的长老 教会应该是相爱的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天桥教会的会友 我说我们林牧师怎样 他都开始买你了 我说我第一档买到十八档了 他说你们基督徒是怎么成的 说我不把钱交给中会 然后去帮助那些弱小的教会 我说有吗 有这回事吗 我们每天都交一百多万不是吗 他说没有啊 他说你多哭 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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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间想不哭 就是我 哦 我听到怎样 吞吞而已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 这些人都黑白说 凡是听到我名字 去想骂的人 我心中 都会为那些点祝福 你不要跟他一样 你知道吗 骂得我莫名其妙 他说我 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骂 他说 他也不记得了 就反正好 跟他打起来就不可以跟他打 我一天开始就不可以跟他打起来 他觉得基督徒是怎样 口德非常差 你知道 当你真的被迁移到神的国度的时候 弟兄姊妹 你当迁移到神的国度的时候 你是属乎神的 你要相信你是属乎神的 神的圣灵要在你的里面 圣灵就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灵 圣灵就是一个创新的灵 圣灵要因着他的工作 他要医治释放你的心 医治释放你的肉体 他要医治释放你的环境 医治你跟人之间的关系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当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所想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 我们常常祷告说 神祝福我 让我赚大钱来为你工作 我相信神都会被你骗 有可能吗 神就祝福你 然后你都跟亚首说 那都是我的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 很多人其实是借着 用着撒旦的办法 来跟神交通 然后神给他一个创造的能力之后 他就把所有创造的东西拿着 然后就跑掉了 他并没有去荣耀神的圣灵 一个可怕的事实 就是我们并没有脱离了过去的旧造 我们并没有脱离过去的什么 旧造 我们都一直活在过去的当中 不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心造 你会相信 当我连结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你不能离开我 因为你离开我 你什么都不能做 有没有 你离开我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可以看到门徒们 当耶稣在的时候 他们之间是非常的四分五裂的 他们披止之间是非常竞争的 但是耶稣跟他说 当我上天之后 我升天之后 我就把圣灵拆检下来 圣灵要充满你们 圣灵要把所有一切启示里面 圣灵要充满你们 让你们有能力有权柄 有没有 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 这些门徒要聚集在一起 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要领受圣灵的充满 在耶路撒冷祷告 祷告到圣灵充满 你们必得着什么 能力 你有没有看到 当彼得出来布道的时候 他有没有充满了能力 充满了那种创造的能力 那天有三千个新的百姓被创造出来 是难的 包括你的大概有六七千人 难的就有三千人 三千人在信靠耶稣 你看看这个能力有多大 所以我在想 神在就业的时候 借着圣灵创造了宇宙主世界 神在信业的时代 借着耶稣基督 创造了新的人性 新的身体 新的环境 创造了新的生命 也让你看见新的未来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连结 开始连结 跟神说 神啊 让我跟你连结在一起 我侍奉你 我爱你 我求你的灵每天都充满我 来改变我的思想 所以你为什么要读经 你为什么要来敬拜 有人都跟我说 我在家里敬拜就好了 其实当你来这边敬拜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体验到圣灵的同在 当你在这边敬拜的时候 很多的话语能够激励你 弃出你过去的 所有一切的不适 弃出你过去的 所有一切的罪恶 肮脏 或是弃出你所有看不到的 一切隐藏的罪 有没有可能 因为在敬拜的时候 话语就会 改变你的生命 改变你的思想 我们这个思想是属世的 其实我们思想是有能力的 但是很多是属世的 我们的思想可以超越 超越空间 你再想一想 你可以想到 在过去谁伤害我 有没有马上就回去了 有没有可能 对不对 礼拜五 我在问说 有偷过钱的孩子 请你几手 我孩子几手 就是临人意 他几手之后我吓一跳 我说你怎么偷钱啊 他说哪一个小孩子不偷钱 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就没有记忆他偷钱 但是他的记忆他有没有偷钱 他跟星宇都会偷钱 而且偷到钱都会掉在地上 我的孩子真的很可爱 真的很好玩 那记忆马上就怎样 就会回到从前 有没有 记忆马上会回到从前 所以我在想说 人的思想 如果没有通过神的话语的捷径 我们很多的伤害 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这些记忆就是我们的捆绑 就是我们的束缚 再想一想 一个人 如果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 爸妈妈妈每天都跟他讲 讲说要节俭要节俭要节俭 有没有 他有钱之后他会花吗 他可能会说怎样 节俭节俭节俭 钱要不要花 要适当的花 不是不可以花 你知道吗 这个礼拜我看到王医师 我笑死了 我觉得王医师怎么这么节俭这样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穿了一件牧师的服装 很可爱的一个牧师的服装 就是这个袖子没有了 你知道吗 袖子不见了 然后呢就是 就是这个袖子没有了 领子不见了 领子不见了 就剩下 这里绑着这样 我就跟 王医师说 王医师你怎么穿牧师服呢 他说不是 牧师 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将近十五年了 我说是怎样 他说 这里破的嘛 这个领子袭都破掉 对不对 我的叶母就把它捡起来 就把这个领子捡起来 然后再把它听起来 然后变成这样 我看起来 我听了以后 我觉得 哇 你超节俭啊 他跟我说 神叫他要节俭 可是要有爱心 你知道他很多时候 很多高中的学生没有饭吃 是他在帮助他的 你知道吗 王医师就是这样的 这位人会帮助人 知道他怎样把钱 摆在神的国度里面 这个礼拜他打个电话给我说 牧师我开张支票 什么时候领啊 我说 你又不是开给我 我怎么知道 他说他做奉献 我说我知道了 那我就 你要问匹芒来知道这样 他整个思想都在哪 就在神的国度里面 你是否有想过说 我的思想需要改变 我过去是很消极的 在我的思想里面 很多事情都是很龌龊的 很多事情是怎样 是不可能的 很多事情都觉得 是很难过的 但是在神里面 没有难成的事 有没有 你先告说 主啊我要先告说 在你的里面 很多事是怎样 可能的 你不要一直说 我的孩子很糟糕 你也讲他怎样 也糟糕 对不对 你要开始在神里面 先告说我的孩子怎样 最好的 我孩子很优秀 有没有 昨天 一个工厂 发生一件非常好玩的事 他们要买一个炉 炉 一个烧结炉 要一千 一千八百万 啊 那个老板打电话给我说 牧师 那个炉要一千八百万很贵 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 第一啊 你想什么事 他说想 钱从哪里来 对不对 我说第二样呢 第二样他没有想过 我就跟他讲说 你等一下 让我想一想 然后我再告诉你怎么办 隔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我要打电话给他 我跟他讲说我想出来了 他问我说你怎么想的 我说你以前第一个炉子怎么造的 他说他去看人家 偷看人家偷看三次 回来造了以后 就造出来了 你知道吗 我说你忘记了吗 他说 我是不记得的 他以前造一个炉子 是烧的 烧东西烧得很漂亮 现在要同样造一个炉子的时候 他要去买一个炉子 然后要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我就跟他讲说 你过去怎么成功的 现在就怎样 就怎么成功 你知道吗 他说对 他说对 我说你叫人家做的时候 要多久 他在两个月 你自己做多久 他说只有一个月就成了 我说你就自己做嘛 把图画出来 明天交给我 就是今天 他说我这么晚了 今天晚上不要睡觉 就画给我 他说早上要敬拜 你说来教会睡 在神怎样 没有难成的 我们想都是怎样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那其实昨天我有跟他想过说 他如果一千多万的话 怎么筹钱 我都替他想好了 其实也想过 但是我想到最后呢 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怎样在结束里面 产生生机 在没有希望的当中 产生什么 希望 基督徒就是这样 所以你应该改变你的思想 第二样 你要改变你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都很薄弱 神的话是这样说的 你怎么信就怎样 就怎么成了 信心是可以移山倒海的 信心是圣灵的产物 但是我也必须告诉各位 在我们走天路的过程当中 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是要我们借着祂的信 借给祂赐给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自己有创造力 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 我们是不是佛在地上 对不对 神给我们的信心 是要我们本身借着自己的信心 跟我们的梦想把它创造出来 所以这个创造是神跟我们合作的 神要祂的孩子信心越大越好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我问各位一下 你有信心吗 你真的有信心吗 再想一想 我小的时候在南洋国小 南洋国小北港 南洋国小有一个水狗 我觉得很大条 国小六年级都这样 走走走走走走 跳过了 对不对 那时候我是三年级 国小三年级 我还好六年在跳 跳了就过了 我说我很羡慕 我也骂晕了 我就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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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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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條水溝到底大不大 結果我回去 這樣就過了 我一直想要好笑 這樣就要過了 我一直看這條水溝也有變 那水溝根本沒有變是空什麼 空那個阿姆陀的 你如果說那個用陀做的 都會變嘛 它不是空阿姆陀的 所以永遠都沒有變嘛 回去 我回去就怎麼 就過了 怎麼可能是不是變了 你知道嗎 在想說 啊 原來信心怎樣 哇 擴大了 他們的裡面 某個撒旦都給他那兒 給世界上的人 常常很消極 很沒有信心 你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只有悲哀 哭泣 我沒有辦法 對不對 有個孩子 考試作弊 被老師抓到 媽媽開始哭 爸爸也哭 我就問爸爸怎麼哭 爸爸的哭的言語 跟媽媽哭的言語不一樣 爸爸說我一生沒有作弊 我怎麼會生下一個作弊的孩子 那媽媽哭是說 讓他還沒有面子 因為學校打電話來 對不對 我聽到孩子作弊的時候 我繼續 我又不能哭 我就問孩子說你怎麼作弊 他說他沒有讀 想出最好的方法就是作弊 你知道嗎 我跟他講說 你還有積極心想作弊 很多人是看他考見你一想寫都不想寫 你敢想過這件事 對不對 我當公司說要應徵這件事 指援應徵的人 跟老闆說 老闆說 我不是要來應徵 你跟他寫一張 你不要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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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證明你不要請我就可以了 我說你來送贈 他說你拿一張什麼 你不請我的證書 說你是要送贈 他要去承救基金 哈哈哈哈 你看看你考大學 現在考大學就寫了 只要寫個名字 然後千千叉叉畫一畫 你就可以讀大學了 那不是這樣 我說什麼 我說 真的很感謝主 你還有上見的心 就是考試要想作弊 哈哈哈哈哈哈 我發現到 很多人 你不曉得怎麼鼓勵他 我就鼓勵他 你作弊的時候 會不會發抖 他說會發抖 但是發抖才說得對 我說有作弊要有信心 哈哈哈哈 我就跟他 你作弊一定要怎樣 要大膽 對不對 你作弊都 就一定這樣是要作弊 我就跟他講說 孩子 通過這個事件 你要自己知道 你有向上的心 應該可以讀書度得很好 我們就是不曉得怎麼鼓勵自己 也不曉得怎麼鼓勵孩子嘛 對不對 我們跟神說 神啊在我的裡面有信心 因為神跟你同樣的信心 你怎麼創造你的環境 怎麼樣創造你自己的生命 只要創造你的身體 這都是你跟神之間的關係 這個信心的問題 這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你要創造多少財富 這也是什麼 信心的問題 還有一樣 你要永遠要有一樣 要有夢想 我第一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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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牧師叫做 Joy Popeil Popeil 就是一個喬派伯 他在為人禱告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他每次為人禱告的時候 都從腳禱告開始 他會把人叫出來 那個長短腳 他一禱告的時候 那個腳會長出來 他跟我說 這是外在彰顯的神經 他從這個地方 可以開始一個信心 他可以見到信心 他跟我說 每次看到人長短的時候 他的腦部裡面 就開始想像什麼 他的腳是一樣長的 第二個想像說 這個人會酸痛 經過禱告他是怎樣 是健康的 你知道嗎 結果呢 他就會把人叫出來 然後 禱告 然後很多人的腳就長出來 酸痛就不見了 他本身自己通過這樣 開始見到醫治的信心 也鼓舞很多人 有什麼 被禱告的信心 他跟我說 你必須要有一個想像 有一個想像力 有一個夢想 一個看見 說這個人的腳會怎樣 會長出來 這個人會站起來 這個人會什麼 走路會很健壯 這個人會充滿能力 你把這個信心放在你裡面 而且想像一定會成就 他就怎樣 就會成就 你只要把他說出來 這裡怎麼想 怎麼信心 夢想怎樣 他就會怎樣 他就會成就 他絕對會成就 我再提醒各位 我再提醒各位 你看看 來 你的想法是不是很積極 很正面 有沒有 來 這第一點 第二樣 你是不是 從神營受信心 第三樣 你對自己跟未來有沒有什麼看見 有沒有 好像沒有 對不對 當你的思想是很正確 很積極的 是天國的價值觀的 然後呢 你的信心是從神而來的 從神的話而來的 再來呢 你有一個意象 就想像說 我要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 你把它說出來 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發生 它就會怎樣 就會發生 我再說一次 它就會怎樣 發生 我們常常禱告 主啊 就你救我 啊 救你要去哪裡 我 看過一個笑話 說一個牧師 他坐船 然後去 要去宣教 然後那個船 遇到船難要沉下去了 然後 大家都坐著 救生亭都跑了 那個牧師還在禱告 說主啊你救我 救生亭的人 跟他講說你趕快走 你知道嗎 不然船沉下去的時候 那水還尬進去 你怎麼點下去 他不要 他說神要來救我 你知道嗎 隔了不久了 主生亭也來了 做最後的行事 他還跟 人家救他走 他還跟大家說 神要來救他 你知道嗎 結果呢 主生亭也走了 結果神要不要救他 死了 神下去了 神救我們 神救我們 就是用很多方法救我們 你不要固定一個方法 但是你要相信 神要成就的事 都比你想像的更大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我忽然之間 去為一個老姊妹祷告 那個老姊妹是一個 八九十歲的老姊妹 然後她這裡很疼痛 非常非常的疼痛 因為幹硬化 然後開始吐血 我非常的痠痛 然後非常的疼痛 那我在 我為她祷告的時候 我才開始想說 我相信她 神要抑制她 在我的整個夢想 想像空間的裡面 我就想像她 疼痛會不見 你知道嗎 我開始 我開始這樣的想像 然後我去的時候 我按手在她的身上說 神啊 一直釋放她 讓她的疼痛消除 八十幾歲了 求主讓她安省 你知道嗎 哎呦 說那幾歲的時候 覺得不對 不過她 講完了之後 她就睡著了 你知道嗎 睡著 很奇怪就睡著了 睡著之後 他們的家人就出來 就問我說 牧師傅 這樣阿嬤是要死還是要活 我是不知道怎麼說的 我就發現到 這個是一個難處 你知道嗎 我發現到 我讓她安息 那句話沒有講清楚 是到底要 活著讓她平靜安穩 還是讓她怎樣 安息主懷 我並沒有講清楚這樣 不過她還是怎樣 就是睡著了 然後我就發現到 我們這裡的 imagination 我們這裡的 所有的dream 都有什麼 有能力的 你知道嗎 我們信心有沒有能力 神怎麼樣的 從無創造有 你相信 神要跟你同工 你要跟神同工 你要活在神的裡面 從沒有怎樣 創造有 你不能說我的家庭不好 你要知道說 你相信你的家庭有多美好 他就會怎樣 我多美好 當你要進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當一個基督徒 你要相信 再信的人怎樣 還一次都能 這個禮拜看到一個 非常感動我的信 大概很少也這麼感動的一封信 是一個 林毅雄 你們知道這個人嗎 他很熱 以前他的媽媽 他的幾個孩子被殺了 他們的住宅 通過一個牧師 正而易牧師的努力 就把他的住宅買下來 開拓成為教會 我一直以為林毅雄是個基督徒 但是到這個禮拜 我才知道他不是 他家裡雖然成為教會 但是他不是基督徒 這個禮拜 他的女兒寫一封信給他 他說 爸爸 你很關心這個社會 你是個公益人士 台灣所有的 有關於公益的運動 你都參與了 而且你是個積極的推照者 可是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好好地溝通 過去你都一直跟我溝通台灣的事 但是我現在想跟你溝通一件事 就是你還沒有得到永恆 你還沒有得到永恆 你還沒有得到耶穌基督 你應該為耶穌基督而活 你應該為耶穌基督而做 你看有沒有感動 我聽得很感動 我真的非常感動這個 女兒這麼大膽寫一封信 在她爸爸要禁食 為台灣禁食的時候 叫她要信耶穌得到永恆 她很怕你老爸 禁食到四十 不信耶穌 怎麼不能進入永恆 你知道嗎 我看到這個信的時候 我馬上就禱告說 神啊讓這個弟兄信靠耶穌 我就宣告說 這個弟兄要信靠耶穌 在他離開台灣之前 離開這個世上之前要怎樣 信靠耶穌 你知道嗎 我相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再信的人怎樣 凡事都能 在未來幾個月 我要把這個信息更清晰的跟各位分享 現在我大概有一分鐘的時間 你要把你的手放開 然後把你眼睛閉起來 你身邊都呼吸著 然後把你的雙手張開 然後兩個手掌向上 你跟耶穌說 耶穌 求你來 你的靈充滿我 你的靈是創造宇宙萬物的靈 你的靈是創新的靈 要創新我的身體 創新我的生命 創新我的家庭環境 也因著我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要被創新 這個城市要被創新 所以我求你來 求你來充滿我 在聖人的裡頭 因著我的話 因著我所說的話 怎麼說 就怎麼成了 哈利路亞 你再次享受生 跟耶穌說 耶穌要求你來 充滿我 當你在安靜的時候 你跟聖人說 求你充滿我 在這個同時 我希望 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來 預備聖餐 讓這些聖餐 耶穌的肉 讓耶穌的保險 能夠進到我們生命的裡頭 讓我們跟耶穌 有更好的連結 所以 請這些 今天 在 備餐的弟兄姊妹 走到前面來 Amen 阿们 武祖醫生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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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 求祢来 来充满我们 圣灵 求祢来 来圣化这个饼 圣化这个葡萄汁 让这个饼成为祢的保体 让葡萄汁成为祢的保血 我要是吃喝祢的 就进到祢的里面 领受祢的生命 领受祢的永生 也领受祢的能力 圣灵 我再次恳求祢 祢的能力现在就大大的浇灌我们 阿雷路亚 兄姊妹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舍得 我们当如实来祭念祂 这是耶稣的保血 为我们流的 这些信耶 我们当如实来祭念祂 我们现在要把饼送给各位 请各位展开眼睛 阿雷路云 阿雷路云 耶稣 友子妹们 祢如果感受到圣灵的同在 我希望祢用祢的右手拿这个柄 用祢的左手放在心中 跟耶稣说 耶稣 我相信祢的圣灵就在我的里面 主啊 我真的需要祢的圣灵 我需要祢双边的灵 大大的浇灌我 大大的充满我 当祢的灵充满了 祢的门徒的时候 祢的门徒充满能力 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生 新的人性 他们因着祢创造了神果 因着祢 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 他们震撼了整个城市 神啊 今天祢的灵一定要充满我 主啊 充满我 让我的思想被充满 让我的灵魂被充满 让我的心被充满 让我在祢里面 充满了美好的梦想 而且我借着信心就把它宣告了 神来帮助我 主啊 帮助我 来祝福我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舍的 我们当如实来祭祝祂 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病 这是耶稣的宝血 是祂所持的新耶 我们当如实来纪念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 这是耶稣的宝血 让祢连结耶稣基督 在耶稣的里面 祂没有附近的染色体 我相信当你喝了这杯血 是耶稣的血 你的染色体一定会改变 所有祖先的做主 完全要被砍断 一些软弱的思想 消极的思想要被砍断 一切的疾病也被医治 因此耶稣的宝血 你要进到钱比以能力当中 耶稣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 耶稣的圣灵充满你 我相信 你怎么说 就怎么成了 神要把这种创造的能力赏赐给我们 兄姊妹 请你跟我祷告一句话说 怎么说 就怎么成了 因为耶稣在我的里面 耶稣的宝血在我的里面 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 我怎么说 就怎么成了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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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杯 耶稣 求你充满我们 求你自己亲自按手在我们的头上 让我们每个人都被圣灵手充满 我们的思想意念要被改变 被更新 我们属世的信心要重新被建造 信心不是从世界而来 是从神而来 主啊 也赏赐给我们美好的梦 让我们的家是一个美好的家 我们事业是一个美好的事业 我们的未来是充满美好的 我们就把这些美好放在我们的心中 主我们把它说出来说 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的灵魂是兴盛的 我们的身体是健壮的 我们凡事是兴盛的 神来把这三大的祝福 就祝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也祝福在我们的家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我们现在要奉献金钱在祢面前 求祢来祝福我们的奉献 我们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奉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我们的奉献金钱在祢 祝福我们的奉献金钱在祢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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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们的奉献金钱 而是我的今世 当在身旋 而调寻家 将其想一想 却在夜晚的地点 在我 找我 找我 找你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而有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居在我的眼中 寻求他的眼 子贝勒天父 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在祢的面前领受恩典 我们要将我们所领受的用金钱 代表我们的感谢 来奉献在祢的面前 愿祢来悦纳 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这边手上没有接到资料 但是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 是我们的来宾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的弟兄姐妹 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 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吗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 好 那我们晚上的聚会 在推那个101门徒训练手册 那已经有购买的弟兄姐妹 晚上请你要带那本101门徒训练手册 来参加晚堂的礼拜 做这样的报告 等一下下午1点1点15分 那个圣经 路交福音查经的课程要开始上课 要继续上课这样子 以上报告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 请各位站起来 来 我神 我每逢去目观看 你所所找一切奇妙打工 感尽兴术 又听到隆隆泪声 你的大能 变满掉一座轴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伟大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让我们来大声呐喊 祈祥哈利路亚 耶稣祝祂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满满一文同在 从此时此刻知道 永永远远 阿们 兄姊妹请坐 请向前走